今天和周显一起再看看 最新的地產市道、形勢發展 因為一手盤賣得相當好 繼五月那時候 曾經一手樓賣過2100多元之後 11月差不多現在臨近月尾 都賣到1800元 賣得最多的就是大維的柏奧莊爾 賣了1000元左右 另外青山灣的地獄星圖 賣了300多元 另外新地元朗的Yoho Gran Yoho 賣了40元左右 總計加上其他新款賣了1800元 周显 其實社會氣氛、經濟環境和疫情 都好像不太好 仍然賣到1800元 算是今年的第二高 你覺得是否一個 應該計全年 其實如果計一個月的話 你會有壓抑再購買力 即是說應該要計一年計 那如果你賣了錢 始終會有購買力會爆發 永遠都是 要看一個長線 因為之前有幾個月 今年有幾個月是賣不到 賣不到 所以要用一年計 不可以用 因為那些人看樓 突然間又好 你可以預見的話 之後就會再差 因為 你預計會再差 你六七十個哪個人看樓 你看到日程就知道 因為六七十個 即是一個月是少了六七十個 六七百個 你是沒有了兩千個 有兩千個人確上的 如果是這樣計的話 我想大家去洗身 越來越低了 越來越低了 因為其實十個月 都賣了近一千五個 七八九月那時候 都是幾百個 現在的市場 其實十一月 回到一千八個 我自己都有些意外 因為我想 其實大盤開開 就多 就不奇怪 但是其他 一些 不是那麼大的盤 都賣得不錯 那價格 價格多次不差 價格 我覺得價格 其實他們都克制了 因為 譬如你說有些以前 你都不可以當它是 新界盤去看的 一些的半市區盤 都是賣兩萬元左右 在現在的市場來計 當然不是說 特別好的價錢 不過如果你計回 之前來說 其實這口價 都叫做是很克制的 是啊 那些價格克制的話 跟著又有些 買啊賣啊優惠 因為你看見有些 都有些在批價 有些舊的 即是二手都在批價 但是問題是 始終那樣東西 是香港的話 永遠的樓都是有人買的 還有可以考慮得到 將來的供應是否很少呢 因為今年的 今年起的很少 所以 供應少了的話 樓都是永遠有人頂著的 除非是 那些什麼明日大嶼啊 或者之類 今日大嶼啊 那些搞了 都是很久之後的事情 你說起這個供應少 確實呢 今年那個賣地 或者那個 招標的成績 就一般的 那計算起來 其實我猜 下年 或者 即是再下一年的 那個 所謂的新盤供應 就可能都是比較少 那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其實 對於後市的價錢 你看升就看跌 哦 還是像你之前所說 一二手 你就分開來看 一二手分開來看 第一 第二就是 我當然不看升 但是不會怎麼跌 不看升 但是又不會怎麼跌 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呢 政府是有很多辣椒的 他release那些辣椒 就是之前說 那個二手樓 那個叫做什麼 限聚令 那個叫做 限溝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空置 空置稅 那就割置了 那就是說 他會 他之前有很多關卡 他一會release那些關卡 那一路都可以 立即會自己回樓價 嗯 只要他一路 就是給大陸人來買樓 那就可以了 那些稅 那些 就是他一路減了 一路減了那些 就是樓一路跌 他一路可以之前那些 行政措施的話 可以release 那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其實 你自己覺得 如果 但是因為看今年的樓價 升跌 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都到11月了 那如果下年來計 你自己看的事情是怎樣 還是其實 我都是 因為很多人走 那大家互相抵消 總而言之 如果升的話 我想很難升得到 因為經濟不會上去 但是跌的話 亦都是因為有很多的行政手段 是可以release的 那些需求管理那些 是可以release的 那些需求管理那些 那你所以沒辦法 那些需求管理如果release 那些可以release 那現在馬上升一兩成 不過你這個邏輯呢 其實就是說 如果現在的樓市要升 就是要靠這個政策推動 就不是說可以利用那個供求效應 去拉回那個樓價上去 所有的樓價升不升 都是供求效應 問題是什麼供求 問題是什麼供求 所有都是因為供求效應 那個叫需求管理的 港名署是需求管理 那就是供求關係 好啦 我不跟你爭辯了 那總之 香港政府說明是需求管理的 那你都說不是供求管理的 那我真的問問題 我政府說明的 那我的責任就是要問清楚你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談